K.O. 講出來就輸了 男人說不出口的話 我就是那時候 臉又拉不下去 開車技術不好 我就說 男生不是在一起的 問我你在幹嘛 一定都對我有意思 我太熟才會講你在幹嘛 對… 哪有 張立東你有時候還會問我 你在幹嘛 他是不是想他了 然後我後面都不說話 為什麼 他就會說你幹嘛不講話 我就說因為 海產難得講真話 偶像諧星差很大 他們穿一片藍色的衣服 因為他們知道我喜歡藍色 他的本事我看過 路上有公車去包他的整個照片 中間就說 包他的照片放在車頭 他可以才去繞一圈 不要回頭 你看我講真的 他都變這樣子 怎麼了 那你今天心情好像很難過 很不好的樣子 你想哭你就哭啊 哭一句就好了 男人怎麼可以哭呢 這樣好了 既然要哭 那我就到你 我聽到了 來 不要...走開 我讓你哭啦 同學來了 男人勇敢做自己很難嗎 其實剛剛還有某一個瞬間 其實欸 好像 是開心的 你說 我看得出來 結果你一來整個 這個啊 炸毀 你知道嗎 這才是兄弟型 但是我們今天要聊的主題就是男生 以前我們都說 對 其實男生的心 男人的心可能更難猜 更難猜 對 就是男生比較緊 很多情緒或者是心裡的話 不會講出來 不講 然後女生就會 看不懂 對 然後男生還要怪你們女生 說你們什麼都不懂還一直問 對 又愛問 他就直接講我們就不會問了 他就是不講我們才會問 不是 這個之間跟文化又有關聯 因為在華人的社會裡面 我們大家都是覺得 男生可能是一家之主 對… 那天塌下來是我們要扛的 對啊 你哭什麼哭 小時候的教育就是這樣 你這幹什麼 這樣就哭 算了孩子嗎 完了 不敢哭了 那如果哭不能好了 那講一些比如我想你 我愛你 OK吧 你要他講嘛 你就是要這樣講對不對 沒有 講雅丁啊 對啊 永遠 好醜喔 永遠 好醜 對啊 OK啊 沒問題啦 有些東西我還是 對啦 沒有 因為 為什麼我講英文 因為之前在國外的時候 但是外國人到處都是 我愛你 直接就講 沒有關係 不要怕嘛 有些我們應該 有些時候也可以學學人家 今天我們邀請到可以說是幾位 幾位他們號稱是真男人的代表 真男人 真男人 中哥海產 真男人 還有 邀威 委屈邀威了 唉呀 是因為宣傳才會這樣子 我今天要來宣傳我的新歌 對 就從今年開始 今年2月份開始 就每一個月都會出一首新歌 是 對 然後 新年預計會出10首新歌 10首都會拍MV這樣 是 都跟美女拍啊 都跟美女拍啊 耀威與10個女人就對了 真的 耀舞揚威 就是 六月剛新發行的新歌 這世界的你 對 主要是在講就是 四個閨蜜的故事 那關你什麼事呢 你是什麼 對啊 你為什麼會在裡面 你知道這個 你是皇帝嗎 就說到我的痛點了 就是這個MV就是 我沒有跟他們對到戲 我只有負責對嘴而已 對嘴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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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氣對不對 對啊 對戲喔 但他直接跟他們對嘴 哇 厲害了 對 然後這首歌也要就送給 就是畢業生 因為現在畢業季嘛 然後知道 送給這些感情畢業的人 現場唱一下我們聽看看吧 對啊 沒關係啦 很少人說 很少人說 請Cue他唱 他說不用 我不用唱喔 我都是對嘴的 我都是對嘴的 沒有...這首歌是快歌 請唱 是版本在你身上不能唱嗎 沒有... 版本在你的身上 清唱很奇怪 快歌清唱真的很尷尬 對啊 那個 大家有空可以上網搜尋 K.U.谷耀威 就開始搜尋了 你一定可以看了嗎 的確嘛 你說那個什麼 比如說你的快歌 來追我男友吧 對啊 你們要怎麼清唱 所以大概可以怎麼唱 趕來追我男友吧 怎麼唱500 趕來追我男友吧 對 要好音樂 真的很趕喔 男友真的很趕 真的很趕 所以這個歌要 要清唱真的說不出口 有配樂的話真的會說不出口 好 OK 說不出口也唱不出口 男人就是這樣子 好 我們今天整理了很多句 這個男人說不出口的話 這幾句話 到底是不是說出來很娘還是怎樣 就是開不了口讓他知道 對 對 我們看第一條是什麼 來 這電影太揪心我好想哭 看電影哭了 不行 看電影哭 這樣不行嗎 不行嗎 沒關係 我覺得這個男生跟女生看電影 通常如果遇到那種 非常感人的劇情 你講話講就講 腳不要那麼開 練習 腳不要那麼開 男生在這邊這樣子 開不了口但你開得了腿 他講個話就說我覺得 這個好像說我覺得 那像攝影師 不好意思 反正總而言之就是 你在看那種感人劇情的時候 就你會不太要一直哭出來 就是就算你哭出來了 可能女生問你說 你剛才看到什麼橋段你有哭嗎 男生也 你記得你是開始講 不會講嗎 我看一個 我有個超好看 你們有看數碼寶貝的長大版 超好看 數碼寶貝的長大版 那個數碼寶貝他要離開他了 最後那一幕 數碼寶貝走了消失了 留那個數碼寶貝訓練師 一個人在望著喊 他其實很容易哭 是我比較想看數寶貝 你看我跟你講男生就是這樣 電影好像是這樣 他講一個什麼東西 講一講 他不展示 不展現自己的真性情 然後就直接用一個笑話帶過 用笑話包裝 這是很諧心的做法 對 有些時候都這樣 對啊 我覺得其實男生想哭就哭 有什麼關係對不對 像我們最近看那個 捍衛戰士 好看喔 對不對 對 我們以前年輕的時候 對不對 那個劇情 只要飛機一出來 主題曲配樂一出來 我們幾乎眼淚就已經快掉下來了 我太感動了 我記得我第一次看我那個主演的店 腳頭也是 對 我們就去看 有… 然後我那個女生在旁邊 你說你前面被打 被剁手指那個 整個這樣 然後看完我很想哭 為什麼 那不是你意料中的事情嗎 那是另外一種 比我想像中的少 另外一種 但至少在最前面耶 對 最前面 有出現的 最少最前面耶 對啊 但是女生對於男生不敢哭這件事情 難過不想說 好像是真的耶 我老公也是喔 我跟他交往了三年多 一起出國 這三年我都沒有看過他哭過 只是有一次 那時候在英國 我突然發覺 我們本來一起在客廳看電視啊什麼 他突然消失了 躲到房間去兩個小時 都沒有再出來 他去房間之前他接到了一封簡訊 滑了一下 他就走到房間去 就再也沒有出來 我想說 不是睡著了嗎 怎麼可能 五點多 寫了個簡訊 五點多 對 新片的連結 小三還是怎樣 你就開始懷疑 我在裡面偷偷打簡訊 在那邊聊天什麼的 還進去那麼久 結果我一進去看到他 他背對我 他就面對著牆 躺在床上 是用被子蓋著 這樣 他跟小三在一起 在被子蓋著 沒有 太壞了 那個棉被有一股洞來洞去嗎 對啊 真的喔 哇 對啊 然後你 對 還有一種這樣 這種 還有一些 哇 他在幹嘛 抽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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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聲音 就是有一點憋氣 但是又放不出來 怎麼會這樣 這聲音 你就會覺得有一個人在裡面 好像嘴巴被捂住那個 唉唷 錯氣 那是錯氣 結果呢 我就想說怎麼回事 他又背對我 被子又整個蓋起來 看不清楚 我就 我就搖他嘛 拍他 我說欸 你在幹嘛 你那麼早睡覺幹嘛 他在5點多 他就沒有理我 我就 硬把他這樣轉過來看 我發覺他 他 他在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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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落淚 我就說你幹嘛哭 我做什麼事情讓你不高興 你後悔過來嗎 還是什麼 你問什麼 他都不講 他都不講 他都會跟我說 你可不可以不要管我 他說你 你就讓我自己在這邊 他說你先去客廳 你離開我一下 我心裡想說 我說你有不高興你就講 飛機延遲嗎 然後就有一點開始生氣 最後我就問了他很久以後 他就說 對 我跟你講 真的不需要對 真的說話 很痛苦 他需要沉澱 對 為什麼一定要現在呢 你有什麼時間 馬上講我們就會離開 可是你們嘴就會一直這樣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你不講 因為這個時候 因為 這時候他最需要自己空間的時候 讓你硬要戳他 硬要叫他 他真的會爆炸 因為他那時候是要 他有的情緒要靠自己消化 別人是幫不了你的 他真的要在自己消化的時候 你又硬拔這樣 轉過來 轉過來 你知道他有多 他有多痛苦你知道嗎 就好像我 我跟朋友去那個海邊 我們因為是學心 我們出去會常聊天或幹嘛 結果那天 那個海真的太漂亮了 咖啡我就喝了 我就很舒服在吹著海風 他說 欸 你幹嘛 我說我幹嘛 你幹嘛不講話 我沒有不講話 我在放鬆 你有沒有心情不好 我說 你沒有心情不好 我在享受這一刻 好 我覺得你心情不好 否則你平常都會講笑話 朋友在那邊 就 我只想享受這個時刻 這個美景 好好放鬆 那你硬要說我心情不好 小鐘哥應該沒有這個時候了 應該是對方不太優 真的嗎 不太優 就是算是小優那種的就會 其實我是跟小優去看 喂 小優樓厲害 搞得我心情很差 想去海 其實我也想去尋短 想去尋短 沒有 其實我跟你講 真的有時候男生不想說的時候 你不要硬去逼他 對啊 因為男生有時候 他真的可能有一些心事 他要自己削 或有時候他真的想要放鬆 也不是要 一定要想跟你分享 因為有的東西 真的不適合跟別人分享 因為別人 你跟他分享 只是增加他的痛苦 他也放不上你的忙 就好像你老公跟你說了 說了什麼 可是我覺得他可以說一下 其實他那一次 他後來過了幾天跟我講 他其實是 對 是不是 那幹嘛不講 他可能不是 他可能有什麼想講 你要我從小三一直懷疑到都沒有分手 他從小到他跟他阿嬤的回憶 對啊 他可能有那句話 那句話一講他會大崩潰 他會崩潰 對 就會怕被問 會勾起回憶 我覺得是這樣子 難怪 所以真的有些時候 一點空間 時間空間這樣子 時間到了他就會跟你講了 OK 所以現在也慢慢慢慢覺得 男生在大家面前哭沒什麼關係 其實大家也慢慢有 開始越來越接受我覺得 接下來還有什麼話 男生會說不出口咧 我開車技術不好 不太會停車 抱歉 這個真的是 我的切身之痛 我跟你講 女生會覺得很丟臉對不對 對 但是就學不好 因為我其實開車的 我比較常騎滑板車 騎腳踏車 其實我車沒那麼常開 所以我在 我曾經有一位女朋友 在我女朋友 我停車其實 位子還蠻大的 但是我要三次之後才停進去 停去 停進去之後那車還斜的 我曾經交一個女朋友 她就是看著這樣 她直接下來直接踢我的那個輪胎 你會不會停車 超丟臉的 像是在超丟臉 她快 她就打 鑰匙給我 我鑰匙給她 她直接開出去這樣 喔 兩次都進去了 真的 真的 問一下 把車門關了我就覺得 喔 真的很丟臉 可是我就真的 男生還是會拉不下臉 你講完這個故事我都不尊敬你 真的耶 真的好像一定要會停車 所以說 我就是那時候臉又拉不下去 停車技術那麼差 開車技術不好 我就說 太有這麼嚴重了 開牽頭 或是自己的 是小鳥還是小鳥 小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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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小鳥的問題比較大 是小鳥 小鳥一想到小腦 對 我跟你講 應該是 這個有關聯 有關聯 跟小腦 你有聽過一句英文嗎 翻譯給大家一下 什麼意思 劉茵的 劉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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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性這件事情 不是在你兩腳之間 不是在你兩腿之間 是在你兩耳之間 意思就是說你的頭腦 對 所以我小腦現在影響到我的小鳥 年紀到了 你的大頭害了你的小頭 對 年紀到了 大頭搞不定小頭 我跟你講 無論如何呢 起碼這個開車 要想辦法把它弄好 這個很重要 因為女生真的很看重男生開車 尤其你開車不帥的話 女生會在旁邊念你念到爆 會 對 我會念 尤其是那個 每次要進電 哪有人要坐你的車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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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U-Bike嗎 你不是在騎腳踏車或是騎車 U-Bike 你看起來是U-Bike族啊 最麻煩的是 就是你開車要下地下室的時候 它有些還是舊的不是感應的 你要拿那個卡票 卡票要很近 你很長你會弄很 然後你還出去 就拿那個卡 一開始開車的時候超糗 對 然後很容易會嚕到旁邊的那個 對… 那個炸會撞到 對… 原本想要耍帥對不對 窗子壓下來整個 整個身體都快出去 什麼事啊 來…快點 再過去一點… 再過去… 而且譬如說那個路很窄 然後譬如說坐在旁邊 然後男生可能就是開開 就聽到一個卡卡卡的聲音 然後我就說 剛剛有什麼聲音嗎 男生就說 沒有… 沒事啦 沒關係啦 假裝 然後你下車 車子都是刮的 你下車到底盤被刮 一條…事 真的 很難過 還有有時候耍帥 會想要借比較厲害的車 怎麼樣 就明明不是你的車 不是你的車 那你就借好車 我朋友就好像有借那種特斯拉 特斯拉 它是可以遙控的 你可以接手機 就說你看 我現在可以用手機叫他來門口 很帥 自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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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這樣在門口 結果他要打開車門 結果他那個車門是那種刀閘式的 他旁邊有盆栽 整個 整個盆栽破裂 那個刀閘整個是 壞掉 然後進不去 就叫道路救援 對啊 好巧喔 就是你要熟悉 因為他不知道那個是刀閘式 對… 他開門的方式是從旁邊開嘛 對不對 你會不會覺得你今天來錯集 妳是在旁邊 對 滿有氣的 對 我現在都被發生 但是男生停車技術不好 女生真的會覺得這樣 真的很丟臉嗎 其實我是覺得還好 我跟你講 鐘哥你那時候是遇到 你會覺得丟臉 是因為你的女朋友 開車技術比你好 所以我跟你講 你一個解套的方法 就是你要交一個 不會開車的女朋友 但是我覺得比較丟臉的是 他明明不會 但是他假裝不會 因為我之前就遇過一個 我真的是覺得很可怕 那時候是要送我回到我家 一個路口轉彎 我就看到他轉彎的時候 前面有一台摩托車 就是直行 我以為他會閃 結果他沒閃 那個摩托車就直接 撞上我們的車子 天啊 真的 撞上我們的桌子 然後摩托車就掉下來 然後 然後那個人 人呢 門也掉下來 然後我就 我坐在附近的時候 我想說完了他會不會死了 我後面 我的女生朋友就下去看 我就說 然後就下去看再上來 他就說 他腳好像歪掉了 天啊 對 然後我就說完蛋怎麼辦 然後我就轉彎 那男生 我說你不是說你會開車嗎 他說我會 我從18歲開車到現在20幾歲 可是我只有出過三次車禍 我說 對啊 就是他代表技術真的很不好 那個太不能上路了 這很危險 對 所以我覺得男生如果不會 你就不要裝懂 你要不要假 就說我不會開車 就誠實 這個我倒是滿誠實 我不會就不會 對啊 對啊 因為這個很貴 買不去 買不去 沒錢 我會直接 有些事情就直接承認 反正比較好 OK 表姐 我們要學起來 OK 這個有共識 好 那接下來還有什麼點咧 我最近工作不太順 其實 這個是真的 這個海產 海產一直都 都一直都不是最近嗎 妳不停妳有順過嗎 我就保持不順就沒有感覺 海產妳這不用說吧 大家都看得出來 妳就有慘了 妳怎麼可能會好 不順 對 給我講我的故事 是妳的故事嗎 就是我順還是很慘 沒有 我其實是真的會這樣子 妳真的不要再編囉 我那一天像小鼻息大哥幫她說 鍾哥 你這個故事 我開始有一個本子 只留在那個老藝人那邊在喘的 你知道嗎 海產的故事 我是故這個是真的不是故事 是我聽的經歷 因為我們這行 有時候沒有通告的時候 你在家裡是很尷尬的 你是很無聊 你不知道去哪裡 因為已經沒有錢了 為什麼我們常常說 以前老藝人想說 那個什麼以前沒有工作 會去公園 我想這怎麼可能是真的 後來我自己進入這行之後 才發現到公園是真的 因為你根本沒錢去餐廳 去咖啡廳了 你只能去公園混而已 因為家人問你說你在幹嘛 沒有 我出去錄影 可是其實是公園 有時候鄰居還會發現你說 你最近不用錄影 什麼都在這裡 你還怕尷尬 你要自己戴GoPro那邊假拍 沒有啊 我在拍YouTuber 最近很紅要拍YouTuber 對 你為了在公園混 你還要買一個腳架 架在那邊假裝自己真的 其實是很孤寂 很寂寞 但這種事情你怎麼可能 弄了半天然後才回家這樣 弄了半天這樣 回到家 這樣爸爸媽媽已經睡了 你只要可以安心回去 他們就不會念 我說你今天去哪裡 而且你早上出去 都打扮得很帥 很帥 還噴香水說要去上通告對不對 上通告 這是我的故事 誰叫你要碰我的 我十幾年前就講過了 這是小鐘哥的經典故事 經典故事 他會去公園沒通告去公園 還在那邊說要出去錄影 去拍東西 從頭到尾 我爸說你拍的東西我看一下 都沒有東西可以給他看 對啊 真的是太好了 真的會這樣子 所以 這一段就是說你偷他的故事 沒有 我有疑似的經歷 類似的經歷 你幹嘛不講真的咧 偷故事很難聽 不是 他說 你幹嘛不講真的 對 你有類似的 反正類似的拿出來自己的地方 不一定要好笑 因為台產真實生活是很無聊 無聊 無聊 真的啦 沒有人要跟他演 沒有人想要理解我真的生活 對啦 因為他講真話 他就完全沒有任何人理他 對 也沒有 就是他就是一個廢物 都沒太重啦 這個是廢物 這樣沒有 弟弟姐他 修飾一下 他都已經編到他跟蘿莉塔是CP了 他沒有上節目 對啊 男生一定會愛面 現在High咖也是一個滿愛面子的 就我覺得 我覺得所有人進這行的時候 其實爸媽一開始都非常擔心 我爸媽也非常擔心說 我進這行之後沒有錢 因為我18歲開始錄 他擔心是對的啊 對... 我錄到一生了沒 我根本沒賺什麼錢 等有一年到一生了沒收掉了 我就開始上其他通告 完全也沒賺什麼錢 算什麼的吧 兩年多 每個月9000多塊 我一個月的房間租6000多塊 你通告借不住 我根本沒有辦法去跟別人社交 人家說 還看他怎麼這麼孤僻 是因為我根本沒有錢跟人家吃飯 我也不敢交女朋友 因為那時候太窮了 你也沒有女生要跟你在一起 我會跟他在一起 3千 你有3千的 都也很怕回家 因為我老家在中壢 你就很怕回家 讓爸媽知道你過得很苦 有一次我很久到半年之後沒回家 我就回到我老家 我看我們家換了一個新的電視 這個電視有新的錄影功能 我本來以為我爸媽 非常不支持我上電視 結果我爸媽把我上的節目 全部錄了下來 好感人喔 感動 我從那時候才知道 我爸媽其實一直都有在看 一直都有在看我們這節目 好感人喔 我每次回家 其實我是去偷拿我們家裡的水餃 因為我沒錢吃東西 我就把家裡的水餃啊肉粽啊 就全部拿來台北 對 對 你看 海產講真的故事也OK啊 對啊 不一定要講假的 不要讓我這麼窮的故事 對啊 水餃 9千已經比他現在賺得多了 沒有 太高了吧 9千 其實也苦過啊 對啊 反正在那一段很苦的過程中 有一個時間是 因為我跟有一群粉絲很熟 那他這個粉絲每次生日的時候 都會幫我慶祝 我偶爾會跟他們吃飯 有一天他們找我去吃飯 因為是我生日 對啊 但他們挑了一間很貴的餐廳 糟糕 我就硬去 我那時候 戶頭只剩7千多塊 好 我們去吃市民大道的一家 叫養心店我還記得 養心店是貴的 對 他點了一些螃蟹 點了一些什麼 完了 我想說我自己生了 我想我應該要付到重量 對 我看完那個帳單 傻眼 剛好可以啊 我看到的時候怎麼辦 我就去廁所 我真的 我到廁所就非常 沒有 我懷疑給你 我懷疑給誰啊 懷疑給你 懷疑給你 我就覺得說 我怎麼會窮到 我連幫粉絲付錢的錢都沒有 都沒辦法 然後我上完廁所難過之餘回去 他們請我吃這頓飯 然後這頓飯我到現在還記得 就是那次我下定解決心 我不要再 我不要再上太多電視通告 你不要再讓 你不要再讓自己人當你的粉絲 我還在 都還要聯絡 我還有跟著你 那要 你的粉絲怎麼對你 就是他們很常會幫我做一些 就是 可愛的東西 就是他們有時候會做抱枕 抱枕 對 上面就是印我的照片 對 或者是他們會製作那個 對 就是只要我有活動的時候 就會看到他們 因為他們知道我喜歡藍色 而且其實路上是有 他的粉絲我看過 路上有公車 是抱他的整個照片的那個 天生的那個照片 有的時候照片 我說這是火象羽的廣告 我就跟我朋友講說 鐘哥我也要說 鐘哥就說 把我的照片放在車頭 他可以開去繞一圈這樣 沒有這種待遇 有啦 我掛在鄰車上面 我們還沒辦法租鄰車 小鐘哥現在掛了滑板車 對啊 你就知道我們是 我們是在鄰車喔 還幫你放音樂 都是吸手裡的 海產來了 海產過腳囉 人家是嘻哈 是吸手裡的 不要回頭 海產 不要回頭 會燙 會燙 有 聽到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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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就說難怪我不能講假 你看 我講真的大家都變這樣子 對啊 很有趣喔 其實大家對你 對啊 看你慘大家其實滿開心的 對啊 那告別式大家都會去啊 對 一定會去參加 對 我們來看看 接下來還有什麼點呢 我愛 我愛妳說不出口 蛤 說不出口嗎 這是 對 這是 這是我目前的狀況 對 因為 天啊 你那麼好討厭的煩惱 對啊 應該都是女生對你說我愛妳吧 沒有 我是對家人 因為 其實我小的時候 其實算是 很喜歡撒嬌的小朋友 然後就是小的時候跟媽媽說 我愛妳其實也很簡單 可是 到了國中還高中的時候 叛逆期的時候 就年紀越來越大 就是媽媽對我越來越嚴格 我就慢慢不喜歡 黏在他們身邊 跟他們關係就越來越疏遠 對 就慢慢的 我愛妳就是說不出口這樣 那你會故意就是 就也不想待在家裡這樣子嗎 也會 就是也特別 你會去坐在公園嗎 還會拿一台公園嗎 沒有 我至少還有朋友可以去朋友家 對 然後 他在嗆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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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還才這麼多種類 結果沒有朋友 對 然後就這樣持續了 好幾年 然後一直到今年就是 因為其實我已經出道四年了 然後 然後我每次出新歌都會 就是辦那個 新歌發表記者會這樣 然後我都叫我家人 因為 因為我知道媽媽 之前有生過重病 就是有骨癌 然後有開過刀 就開過很重的刀 對 不方便 對 可是我是到今年才知道 就我每一場的那個記者會 他們都會默默的坐公車 然後走路 然後來偷看我這樣子 你都不知道 他都沒跟你講 對 所以我就覺得很感動 所以我覺得 我現在開始要跟小朋友一樣 就小的時候一樣 就是 好 OK 我們在網路上面其實還是有列出一些 找到一些男生講不出口的話 直接用別的方式表達 其實他們有別的意思 對… 我們讓女生來猜看看 對 比如說男生如果說 我和兄弟們一起出去玩一下 就真的 屁啦 女生會覺得是什麼意思 這女生絕對 我跟你講 男生講說我跟兄弟去玩一下 的意思就是說 有兩個意思 一個是 我跟兄弟去玩一下 但是會有妹你不要跟 另外一個就是 我跟兄弟出去一下 但我兄弟可能會帶別的女生 那不能讓你看到 我和兄弟們一起去玩一下妹 但小兄弟會讓妳男朋友去嗎 我要去可以 以前他會 他就是因為他現在在魷魚 沒有 我跟妳講 我現在也會 因為如果我現在交的這個男朋友 我還這麼不信任他 我就乾脆就不要了 對啊 我覺得男生就是找妹的意思 找妹 我老公也常常說什麼 他要跟兄弟出去 對 他就說他跟兄弟出去玩什麼 兄弟從國外回來過聖誕 會 跨年 對 為什麼我不能去 那為什麼我不能去呢 他就說 因為這不是我主舊的 對 因為我們都要因為男生 真的不是他主舊 大家都主待我們都男生局 對啊 他說我朋友從國外回來 一些我們以前的同學 他也不認識你也不能去 屁啊 你們男生一群最好會好玩 男生一定要有妹才會好玩 他們就在期待有妹 結果是什麼 結果後來他真的是 他國外回來那個朋友 就是女的啦 你看 兄弟們也習慣 所以他是說 我和兄弟們一起出去玩一下 我和兄弟啦 我和兄弟們 他幫女生當兄弟的意思 講錯字 講錯字 對啊 這樣男生也不好 怎麼可以叫女生胸部呢 開玩笑啦 所以那個是他犯錯啊 那個不是啊 對啊 這兄弟局這件事情 這個都通常在日本人來說 日本也是這樣子嗎 所以我跟兄弟出去一下 這個一定很奇怪啊 如果很正常的話 我跟朋友出去玩 或是不講啊 因為很安全 特別這樣講到兄弟一起去 就是敢當都是男生 對 所以是他表達很安全喔 安全喔 這樣子 一定有雷 就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對 我又沒先懷疑妳 妳在那邊幹嘛 一直在那邊假裝說 就兄弟兄弟這樣子 對啊 這個 我覺得我不贊同你們 我曾經有一次 也是跟女朋友說 我跟朋友兄弟 出去玩一下 我說我大概11點會回去 因為那天真的聊得太開心了 跟兄弟們就是聊得 哇 就決定要去刷牌 那我就跟我女朋友講說 欸 我今天就是 可能會晚一點回去 他就不接我電話 但我男人 欸 兄弟在旁邊說 欸 欸 大家都要刷牌 妳要幫妳繼續玩 妳要回去囉 超好笑死人 這個七奴 七奴 會被男生 你怕女朋友 會被說 妳記得要幫男朋友顧面 對 因為我們這樣這時候抽身回去 會被笑到不行 會被霸凌 我跟你講 我們真的是會在所有的兄弟面前 抬不起頭 會被吐口水 丟臉丟到爆 我知道我回去一定是 有一場戰爭要爆發 但是我就 還是要ㄍ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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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ㄍ 我們刷牌是去酒店 妳是 不要幫到我們 倒不如妳不要講這一段 對啊 跳一下 你看 其實我們刷牌 因為我們兄弟朋友 真心話是這樣 你趕快講 對 不要想得這麼嚴重 對 其實真心話 我剛才是為了做效果 我們刷牌呢 其實呢 不要再做效果了 我們就是 自己都掰不出來 講真的 我講真心話 真的我們要去酒店 我們去夜店 那還不是一樣 那不是一樣 但我們夜店我們還是一樣 放鬆聽音樂 聽音樂啊 有生意不好的夜店啊 對啊 就是要看別的妹就對了 問題我們還是有回家 我們也沒去亂七八糟 你就讓我們出去放鬆一下 為什麼還要生氣呢 我其實是蠻認同 男生出去就會想搞點事 你看 我猜測 我猜測 我猜測只要男女朋友在一起久 你只要久你就一定會無聊掉 就不管他再怎麼棒再怎麼好 你還是 所以男生要靠去外面 稍微看一下新鮮的妹子 稍微 圖一個刺激 圖一個刺激回復一點能量 回去再對女生好 用罪惡感表現自己的能量 對 有聽過這樣子 我真的聽過一個說法 這個說法是海產講的 海產說 有時候男生要靠偷吃 才可以用愛女朋友 那是我偷他中根的故事 還是多看一些女生 他偷吃遊戲裡面會心虛 會有一點後悔 他就要補償他的女朋友是這樣嗎 其實最聰明的女生就是 偶爾讓自己的男朋友出去放鬆一下 去看看 但我們沒有做壞事 我們只是 就是 但是我們不會 他就是 逸贏 逸贏 不要那麼直接 就是 我們又是在 道德倫理的範圍底下可以 對我們女朋友中傳 因為 譬如 久了真的會 那是 那是 精神出軌 妳跟妳們男朋友久了也 也 不會啊 我在這裡奉獻 所有的女生 如果你真的男朋友願意帶妳去 妳就也要玩得很開心 OK 我就是那種出去玩自己會玩得很開心 那太棒 所以我每次出去 像跟小鐘哥跟玉琳剛剛出去 我喝了幾杯酒之後 我就到處 對 她玩得超開心 她老公想來找她她還說 妳不要來啦 我很開心 對啊 我老公 老公想回家妳不回家 對 我可能一下跟你抱一下 跟立東抱 結果玉琳哥就到處說 我也只是要融入大家而已 我老公就會說 妳不要喝了久了之後 一直在那邊找人家拍照 一直跟人家抱抱什麼的 又不行 妳是不是抱滿一千個男人 就變成桃花仙 很難做耶 來…接下來 接下來 妳在幹嘛 男人說這句話她不會 女生會覺得什麼意思 就是我在想妳 或者就是她想要找妳 去做一件什麼事情 但是我覺得這個妳在幹嘛 可能是比較是屬於那種 曖昧中的男女 就是可能她很想要說我想妳 但她不敢講 她就說妳在幹嘛 那如果妳說沒事 她說那要不要一起出去吃個飯 就是她用一個妳在幹嘛這個開頭 想要開啟跟妳的話題 對 我也學會了來台灣之後 很多台灣男生是不會約我說 幾號可以跟妳一起去約會嗎 之類 就是妳在幹嘛來開始 所以如果我是對她有好感的話 我就假裝 沒有事情做我現在很煩惱很無聊 然後如果是沒有好感就 我現在很忙 我工作現在還在工作中之類 就這樣調整 然後就 就讓她覺得可以約我這樣感覺 那我們來看一下真正的 男生的說法是什麼 好 來 我想妳了怎麼都沒消息 你看 就是熊熊猜對了 對啊 就是這個意思嘛 對不對 不然口氣可能不一樣 在一起很久就是會 那幹嘛啦 那就完全不一樣 對 這不是吧 結婚以後的話 像現在結婚後我老公會說 妳在幹嘛 我說沒有怎麼樣 他說快點喔 倒垃圾5點要關 對 有空5點要關的 他叫妳去做事 真心的日常生活 這不想說很無聊 據我之前看了那個網站上 網站上的調查 就是在大學生評比裡面 妳在幹嘛 是最爛最爛的一個跟女生 搭戰的開頭髮 真的 因為我跟妳又不認識 妳問我在幹嘛幹嘛 就這件事情是非常尷尬的 就是嗨咖問妳們妳在幹嘛 翹翹妳會覺得怎麼樣 趕你屁事 對 沒錯 師傅 嗨咖問妳說妳在幹嘛 妳會回答什麼 不會回答 歐斯卡 嗨咖問妳妳在幹嘛 他會封鎖他吧 封鎖他 怎麼 我有想過說就是男生如果問我 就是不是在一起的問我妳在幹嘛 一定都對我有意思 對 對 對 一般譬如說我給熊熊傳 我一定說妳的封鎖熊 新的口味很好吃 謝謝妳 就開始聊了 不知道妳在幹嘛 很怪 很怪 有時候應該是不太熟 才會想妳在幹嘛 哪有 張立東妳有時候還會問我妳在幹嘛 我喜歡我 我喜歡他 妳解釋啊 妳是不是想幹嘛 對啊 妳是不是想他了 妳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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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後面講什麼 妳就說妳在幹嘛 然後我可能就說怎樣怎樣 妳就說那什麼時候要不要打牌 或是要不要吃飯這樣 對 很久沒見面了啦 對 對啦 想約 然後我後面都會不說話 我後面都會不講 為什麼 為什麼 然後他就會說妳幹嘛不講話 我就說 因為妳美的沒話說 唉唷 順便小聊一下 小聊一下 小聊一下 很會 好 接下來下一個 妳不要擔心 渣男 什麼意思 太浪漫了吧 我講完妳就接渣男好不好 我跟妳講 妳為什麼要這樣罵立東 渣男是已經 以前 我以前超愛聽男生講這個話 因為我覺得男生講天啊 什麼 妳不要擔心放心一切有我 妳遇到什麼都有我 我就覺得天啊 妳好Man好值得信任 對 後來才發現他講這句話只是因為 他覺得 所以他隨便講一個 妳其實講對 其實真的會做幫妳的男生 他不會出生 對 比如說什麼 我想跟妳結婚 我想跟妳生小孩屁啦 也沒有 他只是想要跟妳發生那個過程而已 OK 好氣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 真正的解釋是什麼好了 來 有時候我也很害怕做錯決定 或沒有辦法好好照顧妳 妳看 我跟妳講 其實我講這句話 我這輩子是講過一次 他其實就是 有點想要耍帥的感覺 像我那時候是開車 帶那個女朋友去山上玩 結果車子爆胎了 爆胎之後女孩她就很緊張 她就說妳會換輪胎嗎 我根本從來沒有換過 放心 有我在 有我在換 你不用擔心 以前有我在 千金頂在哪裡都找不到 根本找不到 開始用別的頂 頂到半個小時 終於稍微有點起來了 毛起來 哇 終於頂起來之後呢 把輪胎換去 換去之後那個螺絲 因為很難拆 對啊 也不大會拆 也找螺絲也找好久 因為要對到那個孔也對很久 終於把輪胎拆下來了 換了一個上去 之前的那個螺絲也找不到 不見了 不見了 等到三下了 原本有四個螺絲的 我就鎖 我鎖兩個 鎖兩個 我就想說應該OK 他說哇 真的我說有我在放心吧 上車吧 5分鐘之後 我的前輪就滾出去 前輪距離還快 三輪車 三輪車 三輪車好嚇死 天啊 我要看看 好危險 好危險 我剛剛就跑到前面去 就是因為他那一句 我就想要耍帥 好 接下來 男人的真心話 沒事啊 我沒有吃醋啊 就是吃醋啊 是嗎 這跟女生是不是有點像 其實有一點像 因為我覺得 但是男生會更明顯 是因為女生其實通常會講說 沒事啊 我沒有吃醋 但他其實 對 但男生可能他就是 沒事啊 我沒吃醋啊 就演得比較真 對 就沒有啊 沒事啊 還好吧 沒怎樣 但是他的語氣是 你可能跟他比較熟 你就說你明明就有 他說沒有 我真的沒有吃醋啊 只是我覺得你怎樣怎樣 他可能就會講一點 就開始自私念 對 為什麼不講呢 所以我們男生到底是 真的是想什麼 什麼呢 泡麵子 其實我真的很害怕失去你 怎麼誇張話 有想這麼遠喔 什麼意思 有這樣嗎 其實講 真的會講這句話 因為其實你就是他 因為你不想輸你是指南 你不想要認輸 這句話講出來你其實會很丟臉的 你承認說我會吃醋這件事情 傳出去你是很 你在兄弟界你是混不下去的 抬不起頭了 因為你對你朋友說 我吃醋了 而且我們家又是這種軍事教育 爺爺又是軍中的那種班長 你是軍事教育師嗎 家裡是這種我們家很嚴格 我跟阿公說 我吃醋 我女朋友吃醋 我阿公叫我跪在神明面前 你是男朋友你吃什麼醋 阿嬤就把他甩掉了 阿嬤就是要教 還慘 還慘 不是說講話大聲就會比較好笑 真的 他在掩飾她 他在掩飾她的緊張 對 掩飾為什麼 直接一點嘛 我現在要講的不是很好笑 對 這樣其實也是很 就好了嘛 對啊 承認嘛 誠實 這裡好難聊天 姑姑你要聊什麼故事 你一個故事應該比我好笑很多吧 沒有 她還吃醋 姐姐 吃醋都要吃醋 她還丟給別人 我的不是好笑的啦 但是是我 是我小的時候真的發生過的事情 對 那時候是還是就是 剛生大學 就那時候還在飲料店打工 那時候就有一個姐姐就是 很喜歡來跟我買飲料 就每次叫外送都叫我去送 對 久了之後我們就在一起這樣 對 就有一任是交姐姐這樣 她大我差不多五六歲這樣 那時候是在銀行上班 在銀行上班 對 所以她的身邊其實 很常會出現一些 就是看起來蠻有錢的男生 有社會地位也有經濟人力 他可能去找同事啊 或者是找客戶這樣 對 可是我那時候年紀還小 我看到其實會 她就跟我說我去找他們 可是我表面上都說 好啊你去找他們就沒事這樣 可是內心其實很擔心 那後來最後怎麼樣就分開了嗎 女生比較 真的跟那些人交往 他可能想要結婚 可是他時候年紀很小 又沒有經濟基礎 對 就壓力會比較大這樣 所以你看這個男生多優秀 所以他現在就決定出專輯 出專輯賺錢之後再回去找他 對 哇 來 介紹一下你的專輯 對啊 好勵志喔 我的新歌 傻掉… 對… 對 你不想回去找他是不是 我還有… 我還是愛你的 對 因為每個月都有一首新歌 然後還有很多多首新歌這樣 這是合唱嗎 第10首會找人來合唱這樣 賣個關子嗎 可以找星雅啊 對啊 有這個龍姓嗎 你看 所以有時候男生想什麼 就勇敢說出來 對 他媽媽就有劇的 對 你怕什麼呢 你很多就被打槍而已 通告完就問他你在幹嘛 多好的結尾對不對 真的 但是是節目啦 大家也不要太當真 你真的 我這麼不在意 你很會拆散人生 我怎麼知道經紀人怎麼想 你在張開公司怎麼想 對不對 他一句我願意我就很開心了 至少這個時刻 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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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謝謝所有男生 訴出自己的真心話 沒錯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